大家好,我是杨华 今天我们开始元运动神经推拿的第一节课 虽然在这个开课之前 我们也讲了一节公开课 也涉及到元运动的一些入门的知识 但是今天这节课 我们才是我们正式的第一节课 也会讲得更加详细 好,现在我们开始讲课 第一节课我们首先就得还是从阴阳讲起 为什么我那么强调阴阳呢 是因为阴阳它是中医的一个根 你可以说它是中医的一个根 如果没有我们古人对阴阳的理解和认识 那么也就不会有中医 也更不会有中医以后各个门派的这种出现 包括这种 无论你开药也好 无论你这个针交也好 无论你推拿也好 无论爱交也好 它们的根其实都是这个阴阳 同时它也是元运动神经推拿的这个一个根 因为这个元运动神经推拿 它主要用了这个十二正经 十二正经呢 有两种经 一种是阴经 一种是阳经 假如说我们对这个阴阳不能理解的话 那么我们就没办法去熟练的用这个元运动神经推拿去进行这个主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虽然我们之前在这个传统而推里面也讲到了一些阴阳的这种知识 但是还是比较的笼统 因为这个传统而推呢 它用的是这个八岗变重 你只要了解这个寒热虚实 也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但是假如说 假如说你想对整个中医的这个框架 各个门 你能跳出整个中医各个门派的这种 这种框框 只有他们为什么能够 虽然说方式不一样 都可以 都可以去病 那么你就得把这个阴阳给他理解套路 你就可以理解 你就可以为什么 那么多的就是中医门派 但是他们 他们的那个相同点要在哪里 他们的不同点要在哪里 你都能 你至少你能看得明白 所以说这个随中医 随中医 你叫心灵 阴阳 也叫说心得从阴阳学起 是吧 我们古人的一种阴阳的这种认识 其实也是跟这种大自然的这种规律 有很大的关系的 有很密切的这种关系 我之前公开课的时候讲了这个中医 它其实不只是研究人 广义的中医是什么 广义的中医它是研究天地人规律的一本学问 这三医的中医呢 它就只是研究人本身的这种规律 我们中医的这种规律 中医的这种 对这种理论基础的这种形成 其实他们都是源于这种 对这种大自然规律的这种认识 所以说这种阴阳的这种起源 其实呢也是来源于这种 对这种大自然的这种认识 那么对于这个阴阳的这种产生呢 又有哪些可以参考呢 因为我们这个是源运动神经推哪 所以我们就是 说起到什么 就说起到源推的一些理论基础的这个来源 这个源运动神经推哪 的这个理论的来源 主要是有两个人 跟两个人有很密切的关 应该说跟三个人 关系是最密切的 一个是彭子义 一个是彭子义的这个 一个彭子义写的一本书 叫源运动的这个古中医学 它里面涉及到一个阴阳 还有这个丈夫契机的这个 双将的这个讲解 那都是构成了这个源运动的这个理论基础 然后还有这个是黄元玉 黄元玉它是一气昭流 也就是这个我们这个 所谓的这个丈夫基生 这样的这么一个理论体系的这个集成者 所以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的这个 一些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思路 其实是相似的 这个彭锦毅 其实说白了 就是以黄元玉的这个一气昭流 还有这个阴阳论去把它归纳总结的 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叫 《文运论》的这个古中医学 但是其实还是有点 还是有一些小的地方有点不大一样 但是大部分其实还是两个人的认识 其实是差不多的 如果说这个我刚才说的 就跟三个主要跟三个人有关 那么第三个人是谁呢 那就是张庸锦 因为这个元玉弄神经腿呢 还用了还用了什么 还用了这个六经病状 主要是这么几个人 那六经病状我们后面还会细讲 那我们先 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个阴阳给搞清楚了 我们先看一下彭锦毅 彭锦毅乱阴阳 就是一个生物所在之地 太阳说到地 起地面的光和热就是阳 起地面的光和热一个 与光和热未来之间就是阴 这个是彭锦毅对阴阳的一个论述 那么从这个彭锦毅论阴阳里面 我们可以读到什么呢 就是说它这个 它这个是跟阳 就跟太阳有关 这个光和热的身上 然后呢光和热一个 那不就是相当于这个 如果光和热你把它比就是白天 那么这个光和热一个 那不就是网上 是不是 所以这个阴阳的这个罪 所以说古人对于这个阴阳的最原始的认识 其实就是跟白天跟黑夜有关系 是吧 跟这个太阳有关系 是吧 这个呢 我们怎么去 怎么去理解这个呢 我们画一个图啊 画一个图比较好理解 比如说这个太阳系里面就 太阳系里面 太阳 假如说我们以这个地球 作为一个参加物 假如说我们以地球 作为一个参加物 那么这个太阳 是不是围绕着这个地球 转了 是不是啊 转一转了 只要是从这边层上来 那么就会从那边降下去 是不是啊 啊 那么从太阳的 当太阳那个把这个阳光和热啊 投入地球上 这这边的旗哦 那么这边就是白天 是不是啊 所以白天带来的什么 啊 带来的是光明 还有温暖 是不是啊 那么相对的那一面来说 不就是晚上吗 黑夜吗 是不是啊 那么对 那么呢 那么它的带来的是什么 就是黑暗跟海凉的这个啊 属性 是不是啊 这个呢就是啊 彭子义啊 的这个理解啊 对于阴阳的这个 呃 原始的理解啊 那么我们看 再看一下这个 黄元玉论这个阴阳 它是什么 它怎么才 说这个阴阳的产生呢 才说中气的升降 啊 世升阴阳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这个 这个中气的升降 就产生了这个阴阳 然后在这个太阳系里面 以这个太阳系为例的话 这个中气上面什么 这个中 中气就 就上去地球了 是不是啊 然后就地球的这个升 一升一降 就产生了这个 白天跟黑夜 啊 我们刚才说这个 太是以地球为 为参加物 然后太阳绕着这个地球 纯准 就产生了这个白天黑 跟黑夜 那么跟黄元玉论的这个 这个中气升降 啊 产生经讲这个有没有矛盾呢 其实也不矛盾了 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 我先讲一个物理的现象啊 大家观察到这个 观察到这个天空中 是不是啊 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 这种星球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观察到这个星球的理下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承托物的 啊 不像我们这个人家的这里 这个理下 这个理下就是这个 就是就是就是反准这土啊 是不是啊 这承扎真的 是不是啊 但是你看这个天天空中的各种 那么多那么多的这个星球 其实底下是没有承托 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在那一个位 位置呢 位置呢 是不是啊 这里就涉及到物理学里面的这种引力 是不是啊 在在天空中的在那个太空间 太空中啊 这种每一个 呃 计量比较大的这种天体啊 计量比较大的天体 然后沿着一定的这种轨 呃 轨 轨道啊 啊 做做那个啊 作业作业 不停的在运转着啊 一定的轨道不停的这个运转着 同样这个太 无论是这个太阳还是这个力球 其实都是在周围复始的 一刻不停的运动着 然后这个 呃 这个运这个运这个运动呢 一定的 这这两个天体 一定的这种轨迹运动呢 然后就产生了一种什么力呢 就产生了一种引力 就是太阳之间 跟太阳的地球之间产生了一种引力啊 啊 这个引力就把这个太阳 就让这个啊 就把这个太阳跟地球的这个轨道 基本上就是啊 固定在那一个位置啊 虽然他们也是不不停的在 人家那轨道在运动的啊 但是他们不会掉下去 明白吧 他们不会掉下去 假如说没有没有这种引力的话 没有这种 假如说没有这种引力 那么这个星球就会什么 就会掉下去 成为什么 成为一颗死星 也就是说这个是 这颗星球就不复存在 可能就给黑龙那个吞没了 明白了 所以这个这个星球啊 要 他要在这个位置这里 不掉下去 那么他必须什么 他必须是不停的 一刻不停的在运动着 那么这个啊 这个是啊 这个跟这个黄云说这个中气双向 双向这个就啊 你就能理解了吧 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力球啊 这个太阳系里面 这个力球 假如说啊 他不动的话 他假如说他不运 他不运转了 是不是啊 那么他会出现什么问题 这个力球如果不运转 那么他就会 这个引力就会消失掉 明白吧 然后他这个引力消失掉 这个力球就是什么 这个力球就不复存在 他会直掉下去 他就不在这个位置 他会直掉下去 明白吧 正常看 他可能就给其他的那个 黑龙什么 其他的撕裂的这个星球 也就不复存在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中气双向啊 也就是说力球 在太阳系里面 这个力球在这里 无时无刻的运动 他和地球 其实产生了 他和太阳 其实产生了这种引力 让他 让这个太阳能把这个光 和热投射在 力球上 然后才产生了这个 白天 跟这个黑夜 假如说这个力球 有一天 不运转了 那么 这里面 这里连地球都没有了 那么这个阴跟阳 要怎么体现 是不是 你只要把这个力球 给它抹开 那么 哪里是阳 哪里是阴 是不是 你可能说 哎 这个太阳光 不是投射过来 投射过来不就是 不就是亮的吗 但是你得知道 这个 这个太阳光和热啊 都是需要有什么 当然是要 要有这种 阴的 东西去承载的 不是说有太阳光过来 他就 就就变得这个 就变得埋天 就变得很明亮 不是这样子 大家给我猜到 但是在 如果看 看那个物理的话 会发生一个 很有 很有意思的这个身上 就是在地球的这个外面 在地球的这个外面 假如说 这个一片 什么星球都没有 就是一片黑气 就是一片太空的 一片这么大的太空的话 那么这个 就即使这个太阳光 投射过来的话 那么就太空里面 他也是一片漆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这种 一的东西啊 他没有空气啊 在太空中 没有空气啊 是不是啊 没有这种 一的东西 呃 没有这种 陈带 连陈带可能都没有 是不是啊 所以他没有这种 一的东西 去吸附这种太阳光 那么 他就是 这个羊 他没有东西可以衣服 那么他就是什么 他就还是一片漆黑的 你就体现不出这个光明 还有这个 这个温暖来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 只要说这个 阴如果没有的话 阴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阳 就吸去了什么 就吸去了这个 存在的这个基础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 我们说 黄云的这个中气生降 是生阴阳 就从这个 物理 还有这种 天文学里面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能够 找出这种答案 另外就是说 就是这个 地球形成的最初 那么这个星球 那个这个太阳 还有这个地球 是怎么来呢 那就是 那就是回到那个 物理的另外一个 比较深的 那一个东西 就起点 就起点就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宇宙还没形成之前 还没形成之前 那 这个这个世界就是 虚无了 就是 一屯气 然后这个 这种气里面 就是说空间无限大 密度无限大 是不是 这个时间曲率无限大 然后这个大爆炸以后 就 这个世界就分成了这个阴阳 这个阴阳 阴阳这两种气 膨胀开来 然后呢 遇到这个温度的这个沙降 然后呢 就 因为 后面我们讲了这个阴城行算 这个 有形 这个无形的这个气 遇到这个温度 沙降的时候 变成了这种有形的东西 那么就化 化成了这个宇宙一间 各个星球 这个我当时在群里面 跟大家说过 这是物理学上一个很有意思的 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 虽然这个力球 还有这个太阳 你都可以说 是阴阳二气 是阴阳二气那个 生成的 但是 但是呢 在他们 在这个宇宙 成形以后 就在这个宇宙 双成之后呢 他们这个阴阳的这种 这种规律 他们就 就不按那个脚了 起点就是什么 物理学里面的这个起点就是说 那个所有的物理规律 都是 都是失效的 要是我们现在的 所知的这种物理规律 在起点的那个状态上 都是不适用的 所以我们 我们研究这种 这种 所以我们研究 这个阴阳 就是我们这种中医规律 能够适用的这种阴阳 其实 这个黄元玉的就说了 我还是比较认同黄元玉的 真的一个 就是中气升降 就产生了这个阴阳 就像这个力球的 这个 有 有 在太阳系里面 因为 以力球来说 以这个力球来说 因为这个有力球的这个 升降的运动 还有就是说 无时无刻的在这里运动的 然后这个 跟太阳 就产生了一个压力 让力球 能够在 能够在这个位置 接受这种太阳光和热 然后才产生了这个阴阳 当这个 太 那这个力球 他不转的时候呢 不转的时候 这个力球 其实就不复存在了 生命就不复存在 这个力球的 这个生命就结束了 对吧 那么地球的生命一结束 那么阴阳 要 要 要重复而来 是不是 啊 这个呢 我们 我们就回到这个 人体的这个本 本身 是不是 啊 那 我们注意看 很多 其实很多老 很多老人 最后生 生命死亡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都是 给饿死的 那其实去到这种 是呢 因为脾胃这个不韵化 这个人体 也没有办法提供 给人体提供这个能量 是不是 那他是不是 就是中气的这个 停摆了 然后 这个阴阳也就休息了 那么反过来 他说 只要说这个人 能处得上东西 是吧 他要能够 运化出这个能量 那么他肯定是 就能 就能有一股气在那里 就能有一口气活着 是不是 啊 所以这个跟人的这个里面 这跟人的这个是 跟人的规律 很相似 是不是 所以说黄元玉的这个 整个黄元玉的这个 整个黄元玉的这个 这个整个中意的思想 这黄元玉的整个中意的思想 就是什么 就是以中气为本 中气一败 阴阳就 就停了 阴阳的升降也停了 阳的人的 就升魅也停了 也修完了 就是这个意思 这关于这个黄元玉的 这个论阴阳 他有一本书叫 《四圣心圆》 而这本书大家 值得去 值得去看一下 是本不错的书 我们 我们这个元运动时期推拿 主要还是用了 这个黄元玉的这个 关于这个中气海 这个阴阳的这 就是这种 这种理论框架 这个黄元玉最重要 就是以中气为本 中气决定 产生了这个阴阳 中气 能够主宰这个阴阳的这个 主导这个阴阳的这个 生降 这是他的这个核心 基本上 彭吉义其实也是 以中气为本的 这么一种框架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两个人的这种 理论体系是 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 讲了这个阴阳的这种起源 然后再讲一下这个阴阳的这个属性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阳 先讲阳吧 阳就主要是光明跟温暖 这个大家容易理解 阳气道的地方 就是 带来 可以带来这个 温暖 是吧 在人体里面就体现 也体现的很 比较的 直观一点 比如说 假如说人的阳气足够的话 经络通畅的话 那阳气就无处不达 是不是 所以人呢就感觉到 比较的暖和 是不是 假如说这个孩子双片的时候 哎 手脚都是冷冷的 那么 你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阳本来这些人暖和 那么他觉得很冷 那就因为 就是因为那里的阳气少了 是不是 所以他就觉得冷 是不是 所以从这个可以观察一下 孩子 哎 是不是阳气足啊 是不是 比如说孩子感冒的时候 这个手脚都是暖和的 那么你可以说 这个孩子的阳气 比较的足 如果孩子这个 发烧的时候 这个 手脚都是冷冷的 一般也可以认为 而是这个孩子 那个阳气不够足 是吧 阳化气这个呢 就是说 啊 这个 没有说太阳 就是一种 以一种气的形 太阳头顺的 这个光热 它是一种 以一种气的形式 存在着 啊 这这种就是没有 这种是无形的 是无形的能量 你可以 拜托书上 这个阳化气 这个气 气跟阳 其实都是 都是一个意思啊 气就是阳 阳就是气 所以说这个 呃 气呢 它是 或者说是阳 它是一种气的形态 全占 是一种无形的这个能量 包括我们这个 白盘水拿过来 然后 把这个盘水蒸发成水蒸气 那么这个水蒸气 它也是一种阳的力 阳 也是因为有阳的力量 它才能 化气 其实也不只是水 你也八分 你就是算是拿 你就是拿一块石头 拿一块那个 钢铁 你只要给它足够的温度 它也能够化成气 这是 这是一种 阴到阳的这个转化 而主动 这个我们 观察了 其实 首先是太阳光就是 就动来动去的 不稳定了 所以说 再举个通俗业的例子 就是我们生活中 其实跟羊比较接近 就 最能联想到的 就是跟羊比较接近的 就是火 是不是 当然 当你烧火的时候 那个火是不是 无时无刻的 都是在那个 运动的 是不是 它是一个动态 是不是 所以说羊是主动的 但是我们 有时候还是从临床上去讲的一些 就例子 可能讲的 让大家更好理解的 你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多重症 是不是 他即刻的在玩东西 然后不能转 不能转 转身上来 是不是 那么这种 它为什么那么多动呢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学着这个羊的这种属性 你就说 它其实是羊偏上 是不是 另外还有这个孩子这种超动症的时候 你看这个姊妹弄眼 这种是不是也是一种动的表现 是不是 还有比如说你说这孩子 帮你起来梦游 它是不是也是一种动的表现 是不是 那你就知道 哎 它其实是羊在 这羊比较上 是不是 另外就是说 羊有一种向上向外的这种压力 是 向外的这种作用力 羊的这个拓点就是向上 向外 是吧 因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它跟这个羊化气很大关系 因为气 比较什么 气氧比较轻 是不是 所以它就往上 往外走 那么在 在我们这个 人体里面 那我们说这个 哎 上火 为什么说人会上火 因为什么 呃 因为这个人就有内 有内肉的时候 这个弱 它就 就 往上 往外走 是不是 所以是 啊 往上脚的时候 首先是约 学的这个喉 咽喉劲 嘛 所以就叫 叫什么这种 咽喉肿痛的这种 啊 这种现象 是吧 还有人体有内 内肉比较胜的时候 首先 容易就什么 呃 容易出汗 是不是 那出汗是不是 往外的一种力量 是不是 另外就是说 杨大别这种高能量 或者你也说 是一种高弱量的 这种能量 是不是 啊 他高能量的这 这种能量 它可以什么 它可以蒸发气化 推动低能量的这个因 而对于这种 相对的这种 杨的高能量 他说 那 那因肯定就是一种低能量 这种东西 是不是 啊 我们可以蒸发 高能量的就是说 杨可以蒸发气化 这种因 是不是 嗯 我刚才讲了嘛 是吧 那么 他也可以推动这个低能量的 这个因 是吧 推动就是说 带着这种因 这种有形的东西往前走 那么 就在自 自然这种 最 最明显的就是这种 河水 是吧 河水 这个循环 往复头 完全往一个方向走 那么这种 水本来是一种有形的 就是 就是 行的东西嘛 实际上 行 有形的东西 总要是有形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 比如 你比如说 就是 它是有一个相对静止的 虽然这个地球也在转 虽然 所有东西都是 都是在动 但是有一个相对的 你比如说我这个人在这里 是不是相对静止 是不是 但是你看这个河水有形的东西 为什么它这个河水就能够 老是把一个方向走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一股地心引力的作用就像 是吧 地心引力的作用就带动了这个什么 就带动了这个河水 就 一刻不停地往前走 是不是 所以这个 对这个 地心引力来讲 它是不是一种羊的力量 是吧 水啊 是一种阴的东西 所以它就会推动的这个 它可以 这个高能量的这个 氧 可以推动这个低能量的这个 氤 是吧 在人体里面 人体里面的氤主要以 这种液体的形式存在着 大家包括这种肌肉也是这种 鸡肉相对静止的 但是 但是 在人体里面的这种能量物质 比如说 血啊 比如说 金叶这两种物质呢 都是在 时刻 一刻不停地在人体里面 循环 是吧 那么这种 血和 金叶都是属于因 那么 他们循环的这种动力是原于什么 是原于一个羊 是因为有羊的推动 它才能够循环开来 所以你看呢 所以你就 应该能联想到 有的 有人为什么 出生那种 经脉取章啊 是不是 身上 这血不动啊 就停止了那脸 那为什么 然后没有足够的羊 去推动 对吧 好了 我们说了 这个羊 羊就说一下 这个婴 婴儿 呃 晚上就是黑暗 跟喊羊 凉准这个什么 因为这个 凉准就说 嗯 因为这 呃 我们过去到其实在 呃 在 在地球上 在地球里面 其实最大的阴是什么 就是水嘛 是吧 水可以滋润漫目 是吧 这就是一种 润的拓点嘛 是不是 那么在人体里面 这个血液啊 跟这个金液 他们也是阴 是吧 他们也是一种阴的情绪存在 那么他们这个 血液跟这种金液 在人体里面 主要是什么 这一种 润 叫滋润 我们的这个 五江六福 是不是 但是他们还有一种 两个这个属性 是不是 水也是啊 水也是 涵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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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哎 阴成形 啊 阴成形 这是一个是 就说所有的 所有以形的 呃 呃 状态存在的 都都可以称为阴 那么它相对的 所以阳化气 阳 就是一种气的 形态存在的 阴就是一种 形的形式 存在的 那么呢 你就会知道我们 其实 其实在地球上 所有的成形的 啊 无论是它是一个 是一个花花草草 还是一个 呃 还是一个人 哦 他们都是一个阴体 是不是啊 都是属于这种阴的 其实说你这个阴要有这个 生命 那必须要有这个阳 是不是 的存在才能够有 生命 你看 还有阴是主境 境就是说 呃 呃 有一个这个相 啊 相 其实 其实是一个相相对来说的啊 其实一个相对来说 那不是因为有形的东西吗 是不是啊 有形的东西 呃 都是相 呃 都是相对这个安静的 是不是啊 那比如说这个时操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坐在这里 他比如说 他是一个相对 相相对于一个以静的状态 存在的东西 是不是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 有些那个案例里面也能够夺出一些那个体 呃 呃 体会 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这个有的孩子躲那个自闭症 是不是啊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静呢 那么我从这种自闭症的孩子里面呢 就能知道什么 学了这个 你就知道 哎 他那么安静 是不是啊 啊 他才也 呃 这个 不想这也不想跟人交流 那不 他不就是一种静吗 是不是 相对来这种静 静 相对这种 那个多动症来说 是不是啊 那么你就知道哎 他是不是阴 偏症 是不是啊 也就是阴比较的多 所以他就是 导致了这种啊 自闭症的这种 这种 出现 是吧 还有一种有的人就 啊 老想睡觉 是不是啊 啊 不想活动 那么他是不是也是一种相对的 相对的这种静呢 哎 嗯 我们知道这阳区的人 是不是 老想睡觉 是不是啊 那么就说啊 从这里面就可以找到答案 哎 因为阴 就静了 是不是啊 哎 哎 因为这个作用力呢 像是向内 啊 向上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 自然啊 比较的重 是吧 向内 向下 所以说这个水啊 这个活水 为什么 从高处啊 离处流啊 是不是啊 因为水啊 水就是阴了 是不是啊 然后水比较重了 所以他中央力叫向内 向下的 走了 是不是啊 在我们人体里面 我们说这个湿性 为什么能驱散呢 所以湿 湿东西本来就是属于阴了 是不是啊 所以湿性的东西就是 它属于阴 阴的东西就是 往这个往内 往下 是不是啊 那么从这里都可以找到一些 呃 都可以去理解 理解这个东西 还有就是阴 它是一种低能量的 还低能量的 属于一种低能量的 呃 呃 物质啊 那么低能量的这个阴 那他他他有个什么特点呢 他就是 低能量的这个应可以吸收 吸引高能量的这个阴 啊 怎么去理解这个呢 你比如说这个世界的这个万物啊 他积水 呃 积水能够 呃 有双魅 他利 依赖于这两种 两种 呃 以两种这个能量的载体 一个是什么 主要是依赖于这个什么 呃 一不可想是不是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阳光 是不是啊 啊 那么我们刚才想了这 呃 这个 成型的东西其实都是 呃 也包括荷花桥上 是不是啊 啊 但是对于这个 最大的这个阴这个水 就是水来说 它有一个什么 水可以吸收这个太阳的光和热 是不是啊 所以你又观察到 呃 为什么那个啊 海 这种海边的城市啊 海边城市就是啊 这种气候比较的 相对来说同片区域的这种 内陆地区要温暖 是因为他这个 海水吸收了大量的这种 太阳的光和热啊 然后到了这个晚上 或者是到了这个冬天以后 他啊 他还储存了比较多的这种啊 这种太阳的这个热量 所以他导致了这整片的这个 呃 地区呢 就是这个气温呢 这个 他不会降很低 啊 这个在海边生活的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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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体会 是吧 嗯 然后就是地球上所有的一切的这种 生物是不是都要吸收啊 是 它们一定的形式存在的 是不是 它们都吸收这种太阳光热 是不是 你包括这种 就是这种啊 花花草草啊 啊 是不是啊 除了需要这个水的滋润啊 然后呢 他还需要什么 他还更加需要什么 更加需要这种吸收这种太阳光热 是不是啊 然后才能 呃 才能 呃 呃 生长 是吧 这个就是啊 呃 在人体里面就 其实也也会存存在着这么这么一个 我们说这个 呃 你以一个豆汗的作为一个例子 是不是啊 为什么才这个出生这种 呃 晚上出了 晚上睡觉 然后以后出生这个豆汗呢 是不是啊 啊 就是因为 你 我们说了这个阴的东西就是可以 可以吸引吸收这个 羊嘛 你 你本来这个呃 如果人体那个这个阴 不足的情况 那 那这个羊他就 不能吸收 过 那落雨的羊他就会吸收不回来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羊呢 我们说羊的油头呢 就是向上向外的 是不是啊 当里面有足够的阴去把这种羊给吸收的时候 那么这个羊周呢 因为往外走 他就会出生 出出现这种出汗的这种现象 是不是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对一种阴虚到汗 要什么 要补阴呢 是不是啊 啊 这里面就 呃 很清楚 是吧 而对于这个阴阳的这个属性呢 我们就 就讲 啊 就讲了这两 现在我们在讲这个阴阳的这个演变啊 阴阳的这个 呃 就是说我们古人的 我们这个 呃 中医人的 呃 这种阴阳的认识是一步一步的吧 呃 认识的啊 不是一开始就跟人的这个 呃 姜天佛给 呃 给他对应起来的啊 啊 这个呢 呃 这阴阳的演变其实也是跟这个 呃 中医的这种天真和异观啊 有 呃 有关系 我们公开后 公开课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呃 中医的一个精髓就是天真和异啊 呃 万物类像啊 中医的规律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啊 人的规律啊 就是就是一个大自然的规律啊 这个天真和异观也是这个道家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 这个 卓学的思想 它也是构成 我们中国这个 呃 传统文化的一个 一个主体啊 啊 因为道家修炼的只要他追求的是什么 他追求的是长生不良 长生不老啊是吧 然后他就会 他就他就他就想通过修炼探求宇宙天地跟人之间的这种啊 这种啊 这种啊 这种这种规律啊 看看能不能从 看看我们人啊 能不能从这种天地的规律里面找到 找到这种长生不老的这种奥秘啊 呃 道家有两个啊 啊 就 呃 道家那个修炼有两 主要有两 两个东西啊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炼丹啊 一个是炼气 呃 现在我们呃 很多很多这个中医学者就就研究就呃 发现这我们的这个中医的产生 跟中跟道家的这个炼丹其实有着很密切的这种关系的啊 然后呢 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络的产生的发现 跟这个道家的这种炼气的这么一个啊 一个东西呢 就是也是有着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啊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 我们这个中医跟这个经络的发现都跟这个道家有关系 啊 这个呢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呃 可以去看看一些资料啊 就是我这是我个人的呃 呃认为啊 啊 呃 就是哦呃 其实你说这个草药用草药制备 是不是啊 因为呃 呃 全世界各地呃 在农农社会的时候都有啊 都有很多国家用成草药制备 但是你会发现 这除了中国就没有就没有 就没有 没有其他国家有这么有像中医这么一套严谨的这种理论体系的 而就因为中国有道家 然后其他呢 其他这个世界是没有这种其他的国家 嗯 就没有这种道道家存在啊 是吧 他们有这种我们像我们中医的这种呃 呃到家这种啊 这个炼丹啊炼丹啊 炼丹就呃 呃就 老子人就长生不了 然后就种子里面 这就怎么配怎么配这种怎么 这种就出来很多的这种啊 就关于这种中医的这种配配药 还有这种思路 还有这种呃 呃就 还有这种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这种 在炼丹里面还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些物理反应 还有这种化学反应 呃就我们呃跟这种啊 呃 你也可以说这种中国的这对这种物理 还有这种化学认识 都跟这个道家有很大的关系 呃 那么我呃这个 我们这个对中医对这个阴阳的这个认识 刚开始从一个宇宙啊 我们从一个太阳系啊 刚开始讲 那么就啊 我们就回到这个地球里面啊 地球里面看看 这个 嗯 地球里面这个阴阳 它到底是怎么 啊 是是怎么回事 就是它是怎么一个运行的规律 是吧 我们也是画一个图 这个图其实在公开课里面也画 但是 但是我想再重新画 画一道 是吧 让大家加深一下这个认识 先讲一下这个 我们中医讲的这个 呃 大致上的规律就是啊 这个啊 就中医的规律 也是阴阳的规律 也是人的规律 啊 这个我们啊 所以说我们呃 我们中医说把这个人当成是一个宇宙的一个分子啊 是啊 那么也就说这个宇宙的这个结构跟人的结构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就以一个地球结构作为一个例子 是不是啊 那地球结构主要什么 最外层的是什么 大气层是不是啊 然后那个啊 然后中间的是什么 土 然后土上面是什么 是水 是不是啊 那 为什么这个土上面是水呢 你可能说 哎 这个土上面不知道 这个 那个河流 海洋 其实都是在土地上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你非要说这个水系土地上呢 是因为这个呢 就还是从这个地球的形成开始讲啊 这个地球形成的初期啊 啊 然后有生命产生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 其实主要主要还是以地下水的形式存在 这个水 主要是以地下水的形式存在 那么这个河流跟这个海洋是怎么产生呢 是因为当时 呃 当时这个地球形成的初期的时候 呃 这个 呃 这个大气 这个大气层的比较的薄 然后呢 经常有这种各种的这种宇宙的天体 不断的撞击 然后撞了 把地球撞了这个坑坑洼洼 然后呢 也要把这个沥沙水呢 就可以引出来了 然后就形成了 今天我们就很多这种 呃 这种 河流啊 还有海洋 但是其实生命的产生 生命的产生 在河流跟这个海洋出现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啊 因为 因为很多的沥沙水 那么在这个 啊 啊 我们说了这个大气层水种什么呢 就 既然比较 啊 很轻的这个这个东西嘛 既然很轻的东西 其实在属于羊的东西是吧 那么这个水就在外面 是不是 既然很轻的东西 就是往上 往外的 是不是 然后呢 中间是什么啊 这个土 土是什么呢 土跟水是 土是介于 呃大气层跟水之间的一种比重的东西 是不是啊 你可能说 为什么土 是比水重呢 不是 不是 啊 为什么是水比土重 而不是说这个 土比水 重 是吧 这个来说到一个 这我们 中间里面说这个 说这个土啊 啊 你的 就是说 它是一种干土 啊 其实干土它是 它是 比水要 比水要那个 轻的 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觉得 这个土比水 比水 要重 为什么 因为土里面要 有这种 有有这种什么 这种呃 石头之类的 还有还有 还有还有 还有空腹之类的 还有这种什么 还有还有这种水分呢 是不是 当你把这么一类东西 把它给剃除开 它就是 还原了这种原始的这种呃 这种纯粹的这种土的时候 它就是比这种水要什么 比水要轻 但是 它要比这个大气层要重 所以它居中 土是居中的 然后水呢 比土重 所以水 是在 上面的 是吧 所以这个 力求的结构 就 力求的这个中立场的结构 就是这么讲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回了这个 啊 我们说的人 就是 就是天地的一分子 人的规律就是大自 这个大自然的规律 人的这个 这个 这个结构其实也是跟大自然差 这个力求的结构差不多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人体的这个呃 四讲论面 几个是 什么 皮肤 最发面是不是 最发面是不是 皮肤 然后最里面是不是 肌肉 然后那肌肉里面是不是 骨头 是不是啊 皮肤是不是比肌肉要 轻 皮肤就是最轻的那一部分 是不是啊 所以他们分布在最外层 就像它 但是什么样 是不是啊 然后肌肉呢 是介于这个皮肤跟骨头之间的这个比重 所以它居中 然后骨头居中 所以在里面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从这个人体内脏腑的这个分布来讲 这个 啊 身是肺 肺就是上胶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肺比较轻嘛 是不是啊 然后中间是皮 是不是啊 皮对着也是中间 然后皮上面什么啊 就是肾 肾水 这身居上胶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再看中间里面是什么 哎 先了解一点啊 中间里面是肺主皮毛 是不是啊 肺主皮毛 啊 然后呢 皮主肌肉 然后呢 肾主骨 属水 是不是啊 皮主肌肉 属蜀 是不是啊 你看这个肺主皮毛 我们说的大气层是最新的 然后肺主皮毛 这个肺 我们讲过这个肺体 在这个大气层就在人体里面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肺的这个作用 相当于肺的作用 我们公开课的时候也讲过 是不是啊 嗯 就大气层就相当于人体的肺 啊 所以在啊 啊 所以在那个啊 人体在人体里面的时候啊 皮肤对应的是肺 因为肺主皮毛 这皮肤最外面 是吧 然后皮主肌肉 是不是 跟那个土对应上 啊 皮主肌肉五行属土 啊 是不是 跟这个力球结构是一样 然后肾主骨啊 啊 五行属水 是不是啊 然后肺皮 肾 不是就是像那大气层 还有这个土 还有这个水一样 嘛 是不是啊 是不是人体的结构 你看 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啊 跟这个力球的结构一比 哇 你会很尽力就发现这个人的结构 跟这个力球是一样的 那这样结构是一样 那规律 你就知道应该就差不多嘛 是不是啊 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球上 这个阴行 阴阳的这个运行的规律 还有这个 而上面的这个产生 啊 我们看这个 在地球上啊 这个太阳 这个太阳 是不是啊 啊 把这个热 往 往这个 往那个炭 往这个力球上 啊 投射的时候 是不是啊 天空中是不是有羊 是吧 然后这个羊到这个土 这里 是不是啊 然后还 还有吧 还把一部分羊 投 那个 在这个大气压 大气层的这个作用地上 把这个羊给它 压在这个水的上面 然后水中就有温度 水中 有这个羊的作用 然后它就会什么 它就会出现一个气化的状态 就是说 它会产生这种水蒸气 往上 往上走 那么这个水蒸气 是一个 气化的一个过程 就是氧化气嘛 是不是啊 所以水蒸气 从土上面就上来了 是不是啊 水蒸气上 上来到哪里去啊 水蒸气上来 到了这个大气层上面 是不是啊 大气层是一个什么呢 大气层上面这个温度啊 比较低啊 是不是啊 温度 那么这个水蒸气 温度比较低 那么这个水蒸气 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 它就变成小水滴 变成雨 是不是啊 然后成为降雨 降到上面来 是不是啊 降到土上 是不是啊 它也是经过这个土 首先是降雨的时候 首先是滋热的这个天空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这个滋热的这个天空 然后就 降雨就回落到这个地面上 回到地面上 那么它还要经过什么 它还要经过这个土 然后温度了立沙 然后又成为这个 立沙水的一个啊 一部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阳 首先是啊 去温暖这个 立沙水 是吧 就是这个太这个太阳 为什么这个这个阳啊 为什么这个阳 为什么它它它能啊 它能 透过这个土 然后一直算 一直那个进入到这个水上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大气层的这个作用啊 所以呢 这个呢 我就啊 不想重复 因为这个公开课的时候 已经讲得很详细 大气层的作用就是一个收敛 收敛的作用 它就能够 它产生了这个大气的压力 它能够把这个阳气 从空中一直往上压 压到土 土中 然后要 要从土中给 一直压 压到这个水里面去 它就有这么一个啊 作用啊 所以这个上面的产生 呃 跟这个大气层 其实也有着很密切 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啊 只要说这个大气层 只要说这个大气层 这个大气层 没有足够的这个 呃压力 或者甚至根本就没有大气层 那么这个太阳投射的 力球 地面上的这个热 它根本就没有办法 马上压 压 压到里面去 那么力竭 那个这个土的上面 就会变得非常的热啊 就像烤一样 呃 也就不会有这种 酸面的产生 要是相反来说 那个水上没有这个阳道的话 它会结成冰块 也就不会有这个 任何酸面的这个产生 所以这个大气层的作用 非常大 那个大气层的作用 就相当于这个肺 我们人体里面 肺的作用 你看我们人体里面 这个太阳是什么 星火 星火本来是往上嚼的 啊 如果没有这个肺的 烧脸的作用 那么就是星火往上 全部往上冒 人就会出什么 就给烧没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星火 要让这个星火往上 降趋温暖 我们的这个肾水 因为人呢 人体降温暖 肺身去上嚼 皮去中嚼 肾水再上嚼 肾水本性就是寒的 是不是 如果肾水没有这个 星火的这个 这个温暖的话 好 那么这个 它就没办法出现 形成这种气化 就上来 是不是 也就没有这个 人的这个 人的这个 人的就会或者伤命 或者死了 就出现这种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生态 力求的生态来说 这个 也是这样子 因为有 因为有太阳 因为有太阳的光热 穿着土上 还有土上的水中 然后才能形成水蒸气 然后水蒸气 上升的高空 然后才会形成降雨降下来 然后形成这么一 然后降雨要成为 立下水的一部分 然后如此反复的 这个形成了一个 力求的 上 力求的一个生态系统 是不是 然后这个水蒸气升上来 这个降雨降下来 他们都要进行什么 都要进行这个土 都要进行这个土 是吧 所以这个土的 土是什么 所以这个土是作为一个 成了什么 成为了这个阴阳 阴阳升降的 阴阳升降的一个中轴 是不是 降雨的过程 就是阴层型的一个过程 是吧 所以土是阴阳升降的一个中轴 咱们说 没有这个土的存在 那么阴阳的升降 也就不会存在 是吧 那么 所以我们再回到 刚才那句话 就是黄元玉说的 中土的升降 化上了阴阳 你会理解的更加 明白 是不是 那么在 这个是 地球上的 规律就是这样子 阴阳二气 以土为中轴 阴阳二气 你看水 水蒸气这么一个过程 也就是一个阳的作用 降雨的这个过程 就是一种阴的作用 阴阳二气 以土为中轴 上下运动 互相感应焦火 然后就产生了 化生了 是因为有水蒸气 然后有降雨 才形成了 才产生了 地球上那么多的 这种生命 是不是 那么在人体里面 其实就 阴阳外气的 预行规律也是 跟地球也是一样了 是不是 然后呢 你看这个 心火煞行去温暖这个 心火煞行 先去温暖这个 经过这个中土 也就是脾胃这块 先去温暖这个 皮土 然后再通过 穿过这个皮土 去温暖什么 去温暖这个生水 是不是 然后温暖上水 然后就气化了 气化上来 也经过这个皮土 然后气化到哪里 气化到这个肺上面去 是不是 然后就肺的这个树枪 烧点一下 然后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了金叶了 是不是 金叶了 然后就去除了自认 这个 我们上教的这种 武将内部 上教的这种 各个主体器官 然后还要 回烧 回烧 他也需要经过这个土 也需要经过这个土 然后才回烧的 回烧的那个渗水里面 去 是不是 所以在人体里面 阴阳二气 就是以脾胃为中轴 散散运动 维系着人体的生命活动 并且这个阴阳 这个阳气的 一升一降 然后就化上了 这个气水 金叶等营养物体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要建立 我们现在讲那么多 需要让大家明白什么 需要让大家明白这个中土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建立起这个 以这个中气 或者说是一个脾胃为本的这个 滞留的一个框架 这个在这个时候是我们原运动 旋轻推脑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滞留的一个理论的基础 就是以中气为本的治疗框架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因为这个 鸳鸯的这个内容太重要 所以我们分两节课把它讲完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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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